各位朋友好 今天是刘卫华大师收藏 瓷器的第98集 也就是第98奖 今天我站着讲 因为介绍这件大瓷器 非常的重 它是宣德的 青花黄幼 阴若文 大霉瓶 应该是特大霉瓶 非常的大 我没有两尺寸 但是你可以看我身体的比例 我身高1米77 体重F1动4 你可以知道它的这个比例是多大 而且宣德的胎又特别的厚重 所以我怕帮我这个桌子安垮 所以我赶快的站着讲一讲就好 台北故宫 打破了两件黄幼瓷器 还有一片青花的 乾隆青花的盘子 哇就 宣扬意识 就是宣承意识 就是在 国宝 受到了破坏 接二一级 一些很多的纷纷扰扰 包括政治性的啦 包括专业性的啦 包括文化性的 所以黄幼瓷器 我们借着这个机会也出来一个单子 但我不做负面的批评 我们就是纯粹 让大家知道黄幼瓷器的珍贵性 黄幼瓷器从元代开始 民间就禁用 元代 元顺帝时期 元顺帝大家知道的 就颁布了 就是元代的晚期就颁布了 这方式 民间不能用 还有麒麟 还有五爪的龙 八龙九龙 诸如此类 正式的明令天下 不能用 然后到了 红武时期 又特别的强调 黄幼时期 不能用 清朝 更讲究黄色 讲白的就是黄家的颜色 就是黄帝本人可以用 依次类罪 黄帝本人 还有黄太后 黄后的妈妈 还有黄后 或者太太 这几个人能够用正黄色 其他的人 包括贵妃 黄贵妃 也可以用什么 就是跟黄色 起舞有关的 所以它规矩定定 非常非常的严谨 我刚刚讲的 还是碗盘类的 碗盘类的 我们的高大的这种利剑 只有黄帝用 直白的讲 只有黄帝用 而且要做什么用呢 除了陈设器之外 重要典礼的时候 作为为礼器 作为礼器 薛德 跟永乐 虽然差一代 他们是祖孙之间 一个黄圣孙 一个黄圣祖 他们之间的关系 很密切的 所以永轩 就是永轩青花 部分家 永轩青花 是收藏里面 级别最高的等级 这就是永轩青花 一类 而且永轩青花 它是宣得 青花黄幼的 数量又极其的稀少 是收藏家心目中 艺品中的艺品 而且这么大件 这么大一个利件 重要的是要真 重要的是要金 重要的是要心 看着真金心 符合着真 不真 就什么都不要谈 真而不金 也不遑多论 真金又心 就给人家 有气象一心的那种感觉 这个 它是除了做橙色器 皇家用器 它的那个大美之气之外 很重要 它在什么 礼祭地坛的时候 用 我们讲天坛的 用祭兰用 地坛的 用什么用 对 地坛的就是用 这种黄幼器 青花黄幼 它还有什么 青天在上 黄土在下 它这是一个 礼祭中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大器 而气情像个美人鱼一样的 凹曲有度 这是梅品里面 我看到是最漂亮的 而它的文是什么 音乐文 就菩萨 不然是因为菩萨身上的音乐有名 但从古印度传过来的时候 只有佛跟菩萨身上配音乐 而且什么 大片 就整化的音乐 各位可以 我们可以追溯 早期的佛像 早期的佛像 上面 或者菩萨像上面 都是整串的大音乐 这就是整串来的大音乐 其实不用转 因为四周围 我稍微转一下 它四周围长得都一样 它就整个是一个 哇 就像那个音乐 那种飘花 风吹过来的 那个在什么 皇家贵族 我们就知道佛陀就是出生在贵族世界 那种贵族的那种 还那种 那种 皇家庭园的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那种 种的什么 花花草草的那种 垂落的那种感觉 那就是音乐 还配的什么 珠宝在全身的珠宝 这是音乐 你还一直到现在 皇家的 皇家的不管是什么 刚过世的 伊丽莎白阿尔寺 跟他的媳妇 那时候的戴妃 还戴妃的媳妇 像现在凯特王妃 出来都是珠光宝器 那不是他个人的 文化 而是代表一个 皇室的一种精神 所以 英国皇室的珠宝 来说 是重要重要的一个文化的 承载文化的一个 一个载体 重要文化的讯息 而且你看皇室 都穿很鲜艳的衣服 到英国现在都是这样 英国皇室都穿得很鲜艳的衣服 为什么 他就是凸显皇家的这种 华丽跟尊贵之气 我们再转一圈 这有年款的 宣德年制四字款 四字款 宣德年制 在这边 各位角度也看不到 因为他的胸肌太扩大 基本上他还是符合了 我们的对梅瓶的这种口诀 气形来讲 梅瓶是什么 短颈 小口 圆唇 大封肩 这是大封肩 然后是什么 收腰 竖静 这多一个什么 抵住外扁 对 抵住外扁 然后呢 浅宽圈足 这是气形 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气形 感觉到什么 大 但他重心却很稳 像个美人鱼一样 是吧 两边看起来就是 有那S型的那种曲线之美 而且青花黄幼气 除了我们讲的是一个重要的 锂橙色气跟锂气之外 它锂来 锂地 就是地毯为主 地毯为主 然后怎么样呢 它的这种 阴诺的这种 彰显的是一种 对 还有 运含着宗教的观念 阴诺除了美 代表珠宝 代表华丽的 什么 庭圆 还有很重要的 它代表的是一种 隐藏的一种 就像 我们讲的这个八仙 还有暗八仙 八仙用法器 不化八仙 但是八仙也在其中 就是暗八仙 这就是什么 隐藏的菩萨 宣德的祖母 也就是 永乐的太太 永乐的太太 皇后 她出了一本书叫什么 大明人孝皇后 梦敢佛说 第一 稀有大功德经 十八个字 各位看看 十八个字 我做梦都不会忘 大明人孝皇后 梦敢 她做梦里面 梦敢 佛说 第一 稀有大功德经 十八个字 没错 她就是 相传 她就是菩萨的化身 她在 睡觉的时候 梦到了菩萨 菩萨传授给她什么 经典 所以 她就是一个菩萨化身 当然历史学者也讲 这是一个君权神授的一种 说法 因为 禁难之意之后 朱棣 永乐 把她的建文 她的这个 职儿建文 赶下了地位之后 她继承这个地位 她认为这个中间 需要一点点什么 对 君权神授之处 来巩固她的正当性 继承王位 要有这种正当性 以前 出征 或者书记 都要什么 都要有那种习文 作战也要有那种习文 这天子什么 也要讲究什么 从亲世皇室来 要去泰山疯禅 就是要经过上天的认可 这十八个字的 这本经典 就是永乐的一个 对她 继承军委 继承地位 的一个 一种肯定 一种所谓的 君权神授 作为好 而且是永乐 尊重宗教 永乐大帝 虽然事工这么强 可是她 也尊重 所以她太太就是 菩萨的化身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大明人孝皇后 梦敢佛说 第一 稀有大功德经 就到了她的孙子时代 就是宣德时期 能够支持技术 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了 实无前例的一个巅峰 所以明代的 所谓的 这个 所谓的 雌气的 有关雌气的 简直在讲雌气的笔记 就是说 开一代未有之期 就是玄德 玄德是个艺术家皇帝 他能文 能武 而且 他在文化的传承上 功不可没 他自己本身就是能师善化 而且做了 什么 而薛德鲁 明照一时 一直到现在 都是代表的 一种艺术上的经典 还有 青花雌性 开一代未有之期 眼前这个就是 尤其再加上黄佑 能更新 黄佑是低温产 他是先什么的 先做好的树苔 高温上好的树苔 上好的青花的树苔 然后 空地 空的地子呢 然后另外 再用什么 含铁的 氧化铁的成分 把它什么 涂满 涂满之后呢 再进窑炉里面 850度 再烧一遍 所以他 那种两者之间什么 拼合而成 这工艺难度相当大 也相当的非工 而且它产生的效果就是 一体棒 我们现在故宫最大的 也就是盘子 就是宣德什么盘 宣德的 枝子花盘 跟那个出土的 那个宣德什么 宣草文盘 这两个黄佑盘是最有名的 就经常被拿出来 所以我也附在我那个后面 给大家做参考 海北故宫 有什么 宣德枝子花 宣德 清花黄佑 枝子花 文 大盘 其实大盘也没多大 还有什么 简直这 又要想出土的 明宣德 清花黄佑 宣草文 盘 或者大盘 它那个大盘 冲其量有就是30来公分 就成为了 我们的高这么大的一件 所以我们是现在 我这个20几年来 出言所见 包括我收藏了20几年 我自己 再加上20几年的这种 我的涉略到的 所谓的瓷器 尤其是明镜的官邀瓷器上 这是绝无仅有的 大器中的大器 信不信呢 有你 各位 我们今天故事就说到这 给大家照一照 感受一下 那种 王者之气 这个真的是具有王者之气 而且它的清花 鉴定的事情 刚刚除了我讲了几个要点 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我今天赶时间 很重要的一点 清花也是辅助你鉴定 清花黄佑器 从清花的角度 就可以占达50%以上的占比 它的鉴定 所以我们对薛德 对薛德 清花 使用的苏玛丽金 绘画的效果 我们熟悉的 我们鉴定这个 就很轻松了 但它的黄又 不是像外面一般 现在黄的 那颜色弄得太深 它的颜色 就是这样的 就是那种明黄色 很漂亮的那种明黄色 但你细看 它会有点深浅的一些变化 深浅的一些过度 但它的黄 这是标准的什么 黄家的黄 黄家用气的黄 所以黄是什么 是综合之道 它是五行里面 里面的一种 综合的一种颜色 居中侧印四方 居中侧印四方 所以也就代表什么 黄帝 黄家的颜色 代表黄家的颜色 好吧 我想今天 因为赶时间 同时这么重的东西 我不喜欢压桌子压得太久 今天我想就给各位介绍到 这是一件 国宝中的国宝 信不疑有你 还是那么一句话 但是我们姑且信之吧 姑且信之 它的那个青花的 你看 足够的这种流淌感 绝无仅有 真的是绝无仅有 它的这个 当时用的最高 浓度最高 最高等级的数码金 数码金的价钱 数倍于黄金 这它是数倍于黄金 所以各位可以看 它那个苏玛里青的那种流淌感 跟那种自然运散 都是一种 所谓的一种巅峰之作 一种巅峰之作 我想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